你走不走 走不走 我知道了 你就是吃醋了 我 傻了 走 你爱不爱他 爱 所以余 并不可怕 快闪开 快闪开 千万别碰到我啊 别撞我 别撞我 都给我闪开 他他他他他他 大 你快尝尝 烫到了 刚出炉的枸杞仙鱼汤 大补 其实 我就是落个水也没受伤 你不用这么心啊 男子照顾自己喜欢的女子 这是天经第一 我为了炖这个鱼汤啊 克服了极大的心理障碍 不过为了你 没事 什么障碍啊 那我说了 你不许吃醋了 你说 就是几年前 有一个女子 每月月初会在猴府门口 放一篓鱼 原来 你早知道了 不知道 那个人不留姓名 也什么都不留 我怎么知道 不过有的时候 他会留下一些奇奇怪怪的情诗 而且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的 你怎么知道那个是个女子啊 这样的事他总不能是 是 是个男子 是 说不定可能 或许是呢 不过 猴府素来不收来路不明的食材 所以每到夏天的时候 刘管家每每打开猴府门 都能收到一框臭了的约 而且那些不明所以的人啊 会以为是仇家寻仇 故意来玷污府门停的 所以 仇家寻仇 我辛辛苦苦千里送鱼 你却说是仇家寻仇 好 既然如此 以后家里谁都不许吃鱼 你 端着你的鱼汤走 我 我就熬了好久的你 我不爱吃鱼汤 走 不是说好了不生气的吗 我生气了吗 我就是单纯的不爱吃鱼汤 你走不走 走不走 我知道了 你就是吃醋了 我 撒了 走